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今天看到一篇报道 瑞典的两个大学教授 炮轰了瑞典大学的一些弊端 实名揭露了大学中一些不公正的现象 以及一些不好的风气 我们来了解一下 看看国外的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思路 他们最在乎的是什么 从侧面了解一下 老外知识分子的职场环境会比我们好很多吗 我相信他们所说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在瑞典 可能整个欧洲甚至整个全世界也都差不多 废话不多说,开始 第一条他们认为 大学在不断的追求政治正确 不断的迎合政府的想法 成为政府的大外宣 他们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大学的主要责任是独立的科学研究和教育 而现在的大学高层在向权力妥协 他们认为适当的听听政府的声音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够允许政府的思想战主导地位 这样就破坏了学校的自主性 引起的后果就是 一切事情首先必须考虑的是形式上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忠于国家的政治 而不是真正做好学问培养人才 那这一点我相信肯定不是瑞典一两所大学的问题 应该是世界性的问题 但是这又很无奈 谁是进驻爸爸呀 不听话 科研经费怎么落实 那么多人怎么养活呢 第二条 招聘和晋升不公平 很多时候晋升并不是择优录就 而是和领导关系走得比较好的人被录用 或者得到提拔 有态度的内部晋升 其实也就是推荐了 能力或者资历明显是不够的 那这个问题更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在全世界恐怕都差不多吧 实际上在全世界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包括中国的高考和中国古代的科技制度 都会受到很多的抨击 说太不仁性化 但是大家不得不承认 它是一个公平的选择方式 尽管它非常的僵化 不管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现在人类社会发明出的 晋升制度和选拔制度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举荐制 一个就是科举制 只有这两个制度 你没有第三种制度 但是对于大学教授而言 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职集了 这种职集 你想通过科举或者考试来弄的话 我个人也觉得这个 这个恐怕搞不定 真的是搞不定 为什么 因为大学的科 大学的教授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 他研究的都是一些 他首先他要带博士生 博士生要研究什么 就是这个世界上 要对人类文明已经 人类现代科技技术 有所突破的工作 如果要突破 那就是你通过考试卷子 你是不可能考出来 他一定要是做一些新的 创新的东西 你怎么可能通过考试 去选拔创新的 这几乎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你只能通过举件词 这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说招聘不公平 是由于领导关系走得近的人 被提拔 这个可以说是无解的 你换到任何一个国家 你除了说能够让上层的人 更加清廉 通过上层的人更加清廉 来优化这个制度以外 其他没有任何办法 这就实在不行 那你未来发明一个 人工智能机器人来选 那他是公平的 但是你能够把一个人类 你这个程序也不一定是舍得写程序的人 还不一定对 至少你公平 你这个程序可以写得非常的开语 可以让所有的人去审核 看起来他是公平的 但是 那你这里就涉及了一个问题了 是不是让所有的人去审核 大众的智慧就一定是正确的智慧吗 也不一定吧 对啊 但是他我只能说跟这个举件制 就是遭与这个被领导关系 被这第二条相比而言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他起码他可以聚集大多数人的智慧 你领导的智慧再厉害 也就是一个人的智慧而已 但是那一天就面临另外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了 你能够让一个机器来决定人的命运吗 来决定人的一生吗 这显然又有存在一个新的问题会冒出 能够机器来决定人的一生 已经很平成稀疏了好不好 但是 但是现在说实话 最终做决定的都是人吧 他可以给你参考 虽然 虽然名义上是参考 他最终决定你的结果 但是他毕竟你最后还是能做出决定 就像现在即便是美军这么先进 但是最后开枪杀人的一步 还是要有人来扣下班机 第三 为了政治正确 为了男女平等 过多的提拔女性教授 明明有个女教授没有那么有资格 也被提拔 他们指出啊 男女平等并不是指男女数量要一样 而是指男女想有一样的机会被提拔 应该按照能力 而不是按照强行的性别平等 这个现象其实也非常普遍 欧盟的一些项目在实际操作中 如果是一个女的项目领导人 往往更容易批下来经费 第四条 大学非常流行 侮辱文化 如果一个人研究的内容是政治敏感性的话 那么他的研究风险非常大 比方说 有一个人他对于预防犯罪委员会的政治独立性提出了质疑 其实也就是对于一个当局提出了一个质疑 然后他就在大学里遭受了行政虐待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在一次辩论中批评商业界的序幕也 然后他就被要求向大学管理层去解释 再比方说 有一名学生他统计了移民和犯罪之间的数据关联 这下不得了了 被越去喝茶了 认为这种统计本身就是令人恶心的 那么当一些学生不喜欢一些课程的时候 学校会妥协 为此要改变课程 这玩意儿在我看来就是白走的文化大革命 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过分了点 那必须和执政党的思想保持一致 这个在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第五条 对学校的要是 对学生的要求遍地 轻轻松松就能考试功过 顺利毕业 第六条 机会主义 比方说 把荣誉博士的头衔 用作一个公共关系 例如 有一个大学 他给一个滑雪运动员名誉博士的称号 这本身是大学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但希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社会精英 能成为自己社会精英 能够吸纳自己社会精英 进入自己团体来体现出自己的优秀 其实让共产党的党章第一条 不是第一条 共产党的前几条 我记得有一条 就是要吸收社会精英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然后包括江泽民当时的三个代表当中 也是要有先进共产党的代表先进生产力 你怎么代表先进生产力 你首先那个是那些领头的人才 你的企业家都要加入你共产党 你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 这其实都是同一个方法 就是说穿了就是一个组织系统 他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吸收社会精英 来加强自己的能力和名气 那以上就是这两位教授的诉许 主要就是说大学不务正业 教育质量越来越低 但是完整纸 完公关手段非常高明 他们认为这也不能全怪大学的高层领导 但是他们应该对这些现象负主要的责任 因为这些领导紧跟潮流 只做一些最简单的事情 有些考虑风险最小的事 我是小秦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了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